好,那我们的Squatch官网告诉我Microbit有Squatch Link可以用 那有Windows的版本,有ConeOS,有Mac,有安卓,Linux的版本没看到 经过一连串的努力,尽量把它做出来 那在我们的,现在我先把摄影机打开来 我有一个Microbit,连上USB 那我们在我们的蓝牙里面也看得到,请你不要先连线 而且记得把这蓝牙程式要,这个视窗要关掉 不要打开来,不要连上Microbit 不需要连,就把它关掉 那在我们终端机上面,执行SCRATCH Link 它会告诉你,它已经准备好了FIFA,Squatch,都可以 那再来就是点选扩充积木 它会去找寻蓝牙装置 那你要注意的是你的Microbit上显示的英文数字 找到以后,开始连线 好,我们再试一次 好,找到我们的这个,开始连线 然后它就会显示已经连线了 回到编辑器 那这边的灯也会熄掉 熄掉,我们现在让它显示爱心 好,亮起来了 那我们让它显示Hello 好,它也显示出来了 那我们把画面全部清掉 那这样就可以证实 这边也显示连线成功了 那我们这个Squatch Link 修改算是成功 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扩充积木